我的右下腿 腿方慢下一点 总共的位置比 心里比较高的地方 刚才又拉近了感觉 又拉近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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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才走到一个 三倍老板 又来一个三倍老板 撬过来 又来一个三倍老板 撬过来 跟跟跟跟 跟跟跟 跟跟跟 跟跟 跟跟 你看 人民日报上说 习近平要连任了 又要连任了 又要连任了 这个消息 脚的灵界都不安宁了 脚的灵界都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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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撬下去的话 承认过很多人会戴毛病 我应该告诉那个三倍老板 你相信这个报纸上讲的事情是真的吗 他听了一下啊 不说你听我讲话 你知道啊 当年中国的粮食啊 一某地可以生产好几万青粮 你相信吗 他认了一下子啊 认了一下子啊 他现在暂时不在敲 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看 中国的宪法上面啊 讲那个一个人的连任 现在有期限的了 从这条病课都是有任期制的了 另外一个 西西梅上海一个 你生活改善了没有吗 他从小都没改善了 没改善了 我说你的生活没改善 别人的生活也没改善 生活没改善 他怎么可能连任他 又认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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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吧 中国的传统习惯就是耗面子 像这种领导人呢 即使下来的话 要给他的面子 你知道吧 虽然说别人呢 实际上别人一刻 马上就退休了 告诉你啊 你不用敲了 他这么说想有道理啊 我再强调一下 你即使敲你也没这个好处 生活没改善 习近平即使严重的话 也不会邀请你到 本身提完 他也不会提拔你 你抽这些干嘛呢 哦 想想有道理啊 想想有道理他就不臭了 想想不臭了啊 想不臭了 你们应该知道啊 最近一两天啊 人民日报上大幅地讲 哎呀 习近平怎么想 哎呦又透红了 又开始吹了啊 又开始吹了啊 又开始吹了 这个假消息啊啊 你搞一个 把连接又 又脚装起来了 你们希望他连任嘛 如果希望他连任啊 那个连接呢 又闹了 又开始闹了 又开始吵骨了啊 从毛状长时代开始 搞个人造神运动的 往里呢 一招 一招 然后 人间的人啊 就开始得病了啊 我们这个疫情的 第四大原因 一二三四 有四个原因 我是一心二所的啊 我就把它写下来 第四大原因 就是三百老汗 敲骨 搞个人同伴 所以这个个人同伴 一搞一个啊 哎 人家好多人就在病了 你看嘛 现在 我今天那个两只腿拉 拉起来 今天几个小时之内啊 你看嘛 我 腿它被拉起来以后 我还知道 用零排的方法来解决 那国内一般的老百姓呢 如果 被那三百老汗一吹 那个腿啊 这个腿啊 这个腿一传过来 也让那腿拉出来 你说 它们怎么能解决嘛 那姐姐为了 哦 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腿就废掉了啊 这个就是危害啊 好 知道了啊 再见啊